當然我後來就開始想 那除了這些生命的機械之外 還有很多工廠的人 那這個是我寫作的一個核心 我最喜歡寫人 包括我在晃悠地裡面寫一個feel 就是唱廟的老闆 然後我去齊博林跟老闆聊天 那老闆就說 啊 順聰啊 我不這麼厲害啦 我說不啦 我是這麼瑜伽姓的 那個真是笑的 那我最喜歡寫人 我覺得我對人有無比的 有一個好奇心跟那個熱情 好 那工廠人呢 你看這就是工廠人 站在樓邊 我覺得做工的人 我覺得一個很偉大的事 你知道工廠他 偷家住的房子 放個東西他就可以睡覺 隨便一個天晚上睡覺 那如果你叫一個上班族 他這樣怎麼睡不著 那我覺得工廠的人 他們有一個隨遇而難的特質 而且呢 因為我現在都在台北工作 我覺得在辦公室工作的人 個性都因為變成空間一樣 像豆腐一樣 切得很一致 他們個性的變化都非常非常細微 而且越來越一樣 可是呢 無論是鄉下的農夫或工廠的人 他們有千千百百的個性 那個形象很突出 好 一如我就寫了一個主角色 叫坎壽 其實就是坎壽 坎壽是什麼 還有我們的日本同學 坎壽 坎壽 乾燥 我們小時候都叫坎壽 坎壽去 我們工廠 台灣工廠的術語幾乎都是從日語過來的 坎壽 例如說 鋁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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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非常 幾乎所有的 幾乎大眾重要的那個工廠 台灣工廠的術語 通通都是從日語過來的 所以我用坎壽 因為我們家會做坎壽機 乾燥機 坎壽這個排骨的 塵膚很深 出眾的火都推個 鋁壽 鋁壽是什麼 鋁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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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面正常的彈獸 手就開始痛 腳就突然滾到 然後Alumi心情很短 就經不住彈獸的要求 拉起 袖子就來搬貨 就要兩個人搬 然後我在描寫 那鋼 如果說因為我們在工廠 那貨搬上去之後 用繩索把它綁起來 那個如何把那貨綁起來 是一種技術 是一種藝術 那鋤把它綁起來 然後如何用最快的速度的綁起來 這就是一種技術 所以用文學的筆法把它描寫出來 只見下面這個 彈獸一聲 腳而不咬不輕輕 手而靈靈 就在烤箱頂 鋪瓦弄紙板 再鋪上大便法律房 撞幾集日曬雨 下一個 之後擺個牛仔姿態 拿出繩索 先打個刷馬結 固定車頭的橫桿 先在車的這邊固定 然後再把繩索甩到 再打一個八字結 套上車側的鐵鉤 然後再把繩索甩到貨車的另外一段 大家如果注意在工廠或在路邊 如果工廠要打開 例如說車子 貨車後面很高 它現在下面再打一個結 然後繩索就從那邊甩過去 那工人多厲害喔 一次就甩過去 而且甩得很準 然後我就把這樣的工作 把它當作武俠小說來寫 那加工廠呢 我就把它當作 加工廠我很多去描寫 這些工人的這些知識跟態度 好 那大家那個書呢 買回去自己看 你可以看的時候有用心 我就不多講 好 那 所以說呢 好像工廠的工人 除了在工廠做事 還要送貨到外面去 那送貨這種東西好像很簡單 可是其實是很有難度的 像我上個月呢 回家就要幫忙一天 就跟著工人 就一起送這台路 一層 一百公斤 三層多少 三百公斤 我跟我們家的工人 又是阿仙的 這阿仙的 一起去 那他是我國小的同學 那在家我家裡工廠工作已經二十幾年 好 我們就一起出發了 拍拍熱熱的到了什麼地方呢 下一個 驛站 他在哪裡 家裡 有沒有人去過 你去過嗎 家裡嘛 家裡嘛 對吧 家裡的驛站裡 珠龍廟拜趙子龍的那個很大的廟的旁邊 他是 如果大家那個要特地去的 很多北部來的外地來 專門去 那去的那天是禮拜五 拍謝五開 他只開禮拜六跟禮拜天 好 下一個 好 他怎麼進去呢 這個橋啊 如果沒有一頁 他是有個溝 他把他推進來 讓他連起來 所以我們去的是 我們還不知道怎麼進去 因為他那個橋沒有連起來 所以我們本來要跳勾過去 欸 這大家要給他 麥條麥條 後面有個倉庫去 好 然後我們就從這邊走進去 哇 好悠閒啊 你看 這麼多的情人要做 你可以喝咖啡 再一個 真的是很優雅的感覺 很棒耶 可是 對不起 我們不是要來喝咖啡 我們是要把一個300公斤的烤 烤箱把它運進去 好 我們一去搬進去 就是最後的結果 可是呢 我們來看看我們要怎麼搬 這是第一端路 這個有個卡瑪 這是有個落差 在這裡不能用搬的 用排的 排的 300公斤 再來 再來 再開始推 推推推推 再來 然後這樣 回去回去回去 到了這個地方就是他們的收銀台 再來呢 我們不是要放在這邊 要放在下一個 放到Risk Trigger Area 進區就是他們廚房的地方 大家注意看喔 好 最難的來了 你看喔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門檻 再下一個 門檻過了之後還有一個階梯 而且呢 那個 非常非常的小 再往下 還有這個地方 全部都要用人工斑 因為太小了沒有機械 怎麼辦啊 我看來那我手就 我腳就軟了 三百公斤耶 超排檔的耶 超排檔的耶 可是呢 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 對那個勞工階級 有太不公平 我們只稱讚那些 讀書讀得很好的 那些在做辦公室的人 如果你叫一個辦 台北隨便裝一個辦公室的人來 五個人都搬不進去 那我那天是有幫忙啊 還沒有 可是他一個人就可以搬了 怎麼辦 大家想說怎麼辦 300公斤 就是應該是這個公斤 拆掉了 那阿人來看了 或什麼就把它拆掉 因為三節可以拆嘛 123 齁 你不要往下一頁 好 123 他先把它拆掉 請問先搬哪一個 下面 對 講得對 他先把下面 為什麼先搬下面的 下面有輪子啊 所以我們就把它推推推 硬把它推到下面 為什麼要推下面呢 請回到上兩頁 這也對 因為推到下面之後 這個最上面一層 就直接把它頂在 因為這有兩層嘛 它已經有高度了 已經這個樓梯同屏了 所以第三層呢 直接把它架上去 就是你下面的兩層呢 已經推到這邊來了 那第三層呢 到了這個平面 你不用再翻下去的 直接就卡在上面就推進去了 那這樣子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大家看看 五個人又不一定外賣 一層一百公斤 那這個阿憲勒 就是穿著我小的同學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他走了一下 他就是說 就等一下... 這太高了 這太高了 可是一下子就... 從來對著 二十分鐘就翻好了 翻好之後 這整條褲子都十了 他都沒事情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為什麼要寫這家公司這本書 這種我覺得 這種出眾勞力的事情 我們這個社會 對這些中下階層的人 都沒有尊敬 他們其實是很辛苦的 而且他們... 因為 他們如果長期做這個事情 他們的生命只到四、五十歲 筋骨就會出問題 那我們為什麼對他們 沒有這麼多的保障力 而是 只給那一些 坐在那邊吃... 吃太陽餅吃蛋糕的人 也許他們頭腦很好啦 可是... 為什麼... 社會的落差這麼大 這就是我寫家公司 所以... 那些人最喜歡說我去送貨 為甚麼呢 再下一個 我們就去... 結束之後說... 哎呀天啊... 家裡有一個很有名的大廣门 就家裡... 家裡這個地方有一個家裡心是... 鄭成功設天心縣最早的地方 那兩邊就大廣门了 酸酸的 味道很復古 我就可以請他吃這個 他就很高興 這樣子啦 那當然一定... 因為他真的很辛苦 就要好好的犒賞他一下 OK 好 所以呢 來 我來給他給他給他 那... 小時候就聽這些工人呢 這些工廠人唱的歌 那... 人們是要唱愛拚那個的贏 其實... 唱了... 水果年要剛才那一首之後呢 來來... 我最喜歡的就是 還有更有一首歌 有更一筆 更一筆 你要唱嗎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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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姓來 你要唱嗎 來... 那為什麼業績年當時會那麼好 因為當時台灣經濟成果 也有很多勞工都在唱 你要唱嗎 把它放大好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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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 他... 要選他的歌 像這樣子的一個 為什麼這樣子的歌 剛才有沒有講過 做冠軍時很無聊的 做冠軍時很無聊的啊 做冠軍時很無聊的 做冠軍時很無聊的 還要讓季季的你來 需要大量的勞力 需要大量的 就是一直在加班 現在都寫漢工廠啊 可是那個時代為什麼大約 大家也要寫漢 因為你做越多賺越多錢 所以你做的時候是生活很無聊 你需要這些立志的歌曲啊 跟一杯 不可以刷掉 跟一杯跟一杯 放鬆嘛 一秒來喝 讓他也洗也洗 無論有什麼困難 不可以改冠的問題 真是也會收拾著 酒水不在天下地 看見人生的一切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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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來懷念一下 當時那個時代的氣氛 也有很奮發向上的 愛拚真 也有酒醉金米的 酒醉金米的 酒醉金米的 酒醉一杯 可是 那時候的豪爽 其實可以代表 就是葉啟天代表 當時的人民 人的那種生活 那其實那時候台灣 主要還是工業為主 所以基本上 人都是過這樣的生活 那是他們的 最好的伙伴就是葉啟天 等一下還有一個人 我心裡都給他請 等一下換 等一下換 下一個 好 那對我小時候在講 因為家爸媽 整天幾乎通通都在工作 所以呢 那時候還有台灣省 所有省道 台一線 記得台一線這個東西 那小時候我們出去玩呢 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爸爸買去送禮 要去送禮出去 跟買去修理路 要去修理機器 好 那這樣的旅行呢 你看這是我家的門口 這是一個省道 本來這一線道喔 我家還很長喔 就開始拆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三次拆的時候 我家只剩在禮拜 還有後面還有田地 或者我家都沒出租 那我想大家有沒有經驗 就是台灣在70年代 在80年代的時候 不斷來拓寬的 不知道大家家裡 有被拓寬過的舉手 對不對 幾乎都有這種經驗對不對 那有些因為拓寬完了之後 氣就散了 生意就變差了 有些拓寬完了之後 反而更好 這個大家都有經驗 這種省道 或者說道路拓寬的經驗 現在當然很難拓寬了啦 到處都有抗爭 台灣比較重視都市人員 可是在那個時代 拓寬是西中平安市 而且常常為了補償金的事情 差到文革感 你還要找到什麼 好 那我小時候的旅行 就從省道開始 就開始 做著爸爸的稱 那時候才國想 也許六指眼國想 就跟著爸爸出去了 好 下一個 好 我從中間開始 不要說度假裡 只有爸爸外出微信 才能離開城門的宮城 到遠方去 爸爸小貨車能到達的最遠處 就是世界的臨界 這就是我想說的語心 跟現在很重視親子旅遊 像我跟家庭很快 假日就帶著小朋友 後來說 整天在家裡 沒有帶小朋友出來 實在不對 所以開著休旅 乘下都休旅 或說一般的車 帶著小朋友 就要去很多地方 然後去個草棘 然後放個風箏 放個氣球 快樂 很重視親子旅遊 現在台灣親子旅遊 也是一個風箏 可是那時候 不要吵架 我也說 工廠沒用不算 還要出去玩 不要孝行 所以只有貨車旅行的時候 才把你出去 然後 貨車旅行 同時也是任制的旅程 我小學的 國語成績不差 很會記國字 每天在家讀報紙 考試停留了一百分 站在家說 這是欠證 這是欠證 所以貨車遠行的時候 我比學校考試更為認真 看著一面來的目標五招 大家想一想喔 我想台灣的陸交招牌 不是全世界第一也是第二 那這些充滿了 因為台灣的街道很整 這些各自根招牌 其實就是我們認知的 尤其小孩子認知的旅士 打開車招 我做事深處要抓住那些首席 自己錄 茂容五金行 精彩服飾店 阿阿阿阿 位基達郵局派出所等等 那我就像一個詩人一樣 像眼前的風型名成詩歌 那對很多小孩子來講 路邊的招牌是什麼 路邊的招牌這些字 就在認知的開始 包括女兒也是 一個三歲五歲 尤其是五歲那一個 快到五歲那一個 開車經過說 爸爸那個是台北 認知什麼那個字 等等 很多孩子 小時候認知的旅程都是這樣子 好 過頭了 好 然後 小時候呢 我記得我在國高中之前呢 小時候只有半本的小王子 那我每次去上廣播節目呢 揚造也問我 很多朋友說 為什麼只有半本的小王子 我滿知道 我滿讚 就是小王子那個聖修柏連故事 就出現那個玫瑰之後 就不知道下面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有半本 也許是親戚來的 所以小時候是沒有 像小時候沒有這麼幸福啦 像國興一樣 你看紅遙書房這麼多書 沒有 所以家東的羅斯起子比童書還要多 不是唐詩宋詞 更不懂哀獨生童話語ABC 收音機播放 江蕙與紅龍紅 科歐的教材 是路邊的廣告文字 連綴分行 印象我眼前的 我想說的詩是這樣子 我後來喜歡寫詩 有聲向命廣 為什麼 這是我改的 名字我最出名的是什麼 尚名的 他是盲相師 過啦過世了 前陣子過世了 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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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民雄他最旺的時候 全台灣的人都坐著火車 來到民雄火車上 走一段路去那個航海 那裡有秀明 真的 然後呢我反而說 那時候 有一個 林雄火車頭 林雄火車頭面前 就踩大了 下命攤 所以很多人呢 就辦到那邊攔截去了 就被騙了 在那邊算命就回去了 就被騙了 所以呢 有人說 民雄那個聖明現在不準 那可能是被騙了 那時候整條街都是要去算命 有時候牌要牌三個 而且很恐怖是 他算命 那些算命是 公公的 家庭的 美女一定賺多錢 最久等一千萬 你還沒有 你看 你當勇的體 你要給他問 要給他打 我說 我口說無憑 對不對 說的他說沒有 可是最厲害的是 全部都落他們 都落起來 你沒有算過嗎 沒有 我這樣有被算過 可是算了之後 包括出車禍 而且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真的出車禍 很恐怖 我口說千萬一號 賣又叫什麼 太恐怖了 有 你有計算 這樣子 四個人 這個計算 他把他 他是 他把他拿起來 就給這個朋友 因為那個朋友 真的很驚訝 他眼睛瞎 他就躺在那個椅子 你不要去看他在笑 我沒有 他就把他拿起來 就收他的錢 來 這個給他 給他 他就 因為我那個朋友也很 也很堅強 他就說不要 你就向我拿著就好了 就這樣把錢轉給他 他就留一些 他已經在這裡 他固執太多了 我可以寫 一篇 寫一篇 幾萬字的長文 真的 然後他以前還講 一樣 他不是看不懂嗎 就是 那個 林郭朋友 他是個盲相師 真的很準 李登輝陳水扁 都被他算過 而且都算準 李登輝那時候 他就 他的孩子不是叫 李縣母媽得肺癌 李登輝就很傷心 就去找他 然後那個 秀苗 那個長文 跟他說 你失去燃養 會得到的 結果 李登輝就失去了兒子 得到的 真的很恐怖啊 真的很 然後我朋友啊 比如說 你家有五個兄弟 然後朋友就有格多 那個朋友就 說 哪有 就四個兄弟啊 怎麼可能五個 他就覺得這個亂算 回去又要問他媽媽 說 對啊 你們家有五個啊 因為有一個已經 書聲就咬著 所以真的手指 那朋友不喊而已 就每天在聽他的錄影 他說 你還要改動 不要再做這個 改動就換行業了 結果他真的就換行業 就比較生意 這個當然就是一個鄉間奇盤 他故事太多了 因為我爸爸的朋友 我爸爸媽媽最好的朋友 就住他家旁邊 所以他家裡 他家裡也是都知道 好好好 就不要講太多了齁 柳生巷命鬼 往西方向 裝扮離婚 台灣呢 在二十年前 路上都是裝扮離婚 律師的那個 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大家都忘記齁 現在是不太有的 就是律師五百塊 多少錢是裝扮 可是沒有那麼多 現在很少 以前是到處都有 隨便一個揭曉都有 就好像台灣整個 整個都在扮離婚 真的啊 二十五公里 紅燈亭 綠燈型 歌廳秀 歌廳秀就是諸葛亮 台灣那時候很紅的諸葛亮 偉大的領袖 就不用講了 就是寧波姑娘的同鄉 蒋公正先生 OK 好 好 來來來來 再來唱一個 點個點個點個 好 那時候這條你會給我 來 愛情一順齁 欸 丟了 那個 樂邊一定好 點錯你幫我打 那個 愛情一陣風 比阿琴還好 來 來來來 那時候很多的 愛情 我先拿 愛情一陣風 陳百坦 很多人以為他已經那個 已經在人之下 還在 還在 到底是什麼 我猜是因為感情的因素 所以說 不再說 因為錢也賺飽了 沒有 那他最近又出來 就是什麼是 上場前面 真的好 對 然後再來我那個成長的 這台歌 你只要走在嘉義 噴水圓環 噴水圓環旁邊有十家點 有九家再放 愛情一陣風 另外一首就是 人更風 你是他的歌 那他你看很帥啊 對 我覺得那個瑞琪瑪丁 那聽說他的絕招就是 他寫歌詞要寫那種年輕一點 他就從年輕小時候去唱 那種 那種 當時男女之間的本 愛情 親唱一陣風 來不贏 去舞蹤 漂亮 最開始 歌詞 它是有一個 這個野獵 表演 很愛情 看 牙是堆 堆 堆 買到牙的形狀 聽聽聽聽聽 啊 回頭 說 是我空 為什麼我要 欸 欸 我再一次後來再繼續 我繼續 對 好 是我是 我吃 真有 苦 苦 難 好 那他這首歌呢 擋擋上口 而且你 而且你聽了一次之後呢 就不會 因為你三次之後 基本上你就睡覺的時候 一直在出現愛情一尊 每次我在家裡放嘛 放了兩次之後 我今天不要太得臭罵 你不要說包起來 我睡的時候就說愛情一尊 所以歌曲的力量在哪裡 就是說你 聽了之後呢 就要縱模一樣 像愛名字的來一樣 你看 城百台那時候多麼的風啊 你看那個海邊多麼的風啊 青秋一尊風 你看那時候的價值觀呢 大家都賺很多錢 然後大家的生活呢 就開始在改變了 從農業變成工業 然後感情呢 開始漂浮 開始流離 不像以前農村社會 我被你牽了手 我就要嫁給你 已經開始在改變了 我這在心中 我準備停喔 停 好 為什麼我要講這一句呢 因為我覺得他很厲害的一點是 幽門要吹淨風 那時候台灣每個人開始有什麼 慢慢有車了 在民國九十年代之前呢 有車的人是工作人或有錢人 可是在民國九十年之後呢 車子大家 因為各式各樣的語言 車子開始便宜了 每個人都開始有車子 要去想想看喔 從此嘉義就開始有停車的問題了 跟塞車的問題 塞車可能還不一樣 可是已經有了 要去想想看那個年代喔 大概 在民國1990年代 那時候談泡沫經濟的最頂端 就是這樣子 而且呢 為什麼要講這個 他的歌詞有很多是 在工廠裡面的一些東西 幽門吹淨風 像我老爸 你說這條路走到底 他都是說走得沒路 說這條路走得沒路 這個一條鐵 他說走得淨風 淨風是一個工業時代才有的東西喔 這些工業時代工廠的東西 已經進入不到我們的旅會之中 可是大家都沒有去發現 當然因為這個時代比較短 可是大家都沒有去注意到 我們的生活之中 有各式各樣工業的旅程 開始堆堆堆堆不住 那時候大家開始有車了 也要開始吹捷波動 因為我生活在工廠 所以這些工廠的術語都很熟悉 可是也慢慢融入我們的社會之中 可是大家都息煙不長 就是都沒有去發現 好 請關掉 謝謝 那我想 我覺得為什麼我要在這裡談 家工廠特別的感覺 因為雲嘉南地區呢 包括像家建啊 我前進去國慶也算中小企業 這些平原裡面呢 有無數一樣 無數的工廠的中小企業 那可是為什麼在文學 我們說文學 也許說文學是永恆的 文學是一個高級高檔的文化 是一個很棒的文化 可是為什麼寫的人很少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思考去反省的 下一個 是大街的文化 做文化 就是說 啊 真正